大巨蛋,你要講實話的話就是,他那個底還沒有做好之前,我還不曉得怎麼跟他談 因為那個沒有完成之前是我怕他,不是他怕我 他們董事長事先就有寫封信給鄧副市長,說明一些東西 我想今天還是一樣,今天中興公公司來,難道一次就把說問題解決嗎?沒有 他來就是,他講完以後,我們會重新列出說他有哪些要澄清的 所以我們會列一個表,那下禮拜一早上,一樣,下禮拜一早上九晚他再來解釋一遍 那他們現在有在切割圓雄嗎? 他們本來作為一個顧問公司,他們叫PCM 就是,他們有他們應盡的責任,一個義務,所以他也不見得偏哪一邊,他就是照契約來做 只是說,要講實話的話,因為他當年只有3900萬的委託案 他以前又是便宜行事,認為說,這很快就解決掉了 所以對他來講,等於是一個虧本的生意 因為這幾百億的生意,怎麼會那個監工、合約的監督責任只有3900萬 顯然當年是太草率,我說那你都簽約了,在協約上面,你該做的事情一二三次都列很清楚,就算虧本你要把事情做好